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很巨大的调整 阵容上的调整 现在我终于会玩这游戏了 我告诉大家 我最新的理解 一定是最正确最重要的理解 就是你不要一开始 把这个最终阵容都搞起来 像我们现在 其实有什么用手 你看鞋月就在这用 然后这个踩二的 他肯定要比这个要强一样 这个东西他本身就是这个肉 我踩二的 我比这个东西我要高六星 那我为什么不用呢 我把这个替换过来 我就更强了 当一个前排 然后两个前排一起在扛 然后这个家伙死了之后 他直接把这个加持 加到这个博猫畅 这个东西还在扛 那博猫也就是 肃不进来能输出对吧 另外其实唐三要换什么 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首先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东西用上 这个东西要替换千道流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你看我们 现在是两个光系 两个土系 一个水一个暗系 这个东西呢 没有什么加成 但是如果是一个光系 再加三个土系 就有那个额外加成了 另外这个水系 唐三他本来是打控制的 不错 但是我们要换一个蛇龙 蛇龙的话 我现在有两张卡 蛇龙我是想要 拿他去做群攻 因为我现在差一个群攻嘛 蛇龙是土系 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 蛇龙我培养起来以后 要把这个东西替换了 这个东西以后 还是要换换换走 还是要换千道流 但是千道流 要等他星期高以后再上 就是你认为这个光暗很强 但是其实不然 光暗都是大后期才强 就前面你的星很低 你拿来用一种星线一下 但是他并不厉害 并不是说我光系的五星 就比别人的七星要厉害 其实不是的 不是这样子 而是光暗要到很后面以后 才会比较厉害 所以最好到十星以后 然后再去使用 八星嘛 八星十星 然后再去使用 然后另外 我们这个邪悦也要换 邪悦就是补充输出的嘛 那我现在如果有了蛇龙 那唐三和他的输出 由蛇龙来提供就行了 然后这个东西呢 其实不是一个前排 这个东西是一个物理单攻 但是它应该也比较肉 它就放在前面就比较好 而且它有个特点 就是无畏之魂这个技能 每次附带 已经损失生命值的20%伤害 生命值损失的越多 打了伤害就越重 我们额外还有个东西 就是要搞一个九仔神女 用来加血 虽然内容有点回复效果 但是它主要是打一些 比如说提升速度之类的 它回血回的很少 我需要一个奶妈 所以最后确认一下 六个阵容 我这里的是这样子的 光猫 太难 七个东西先摆着 然后我现在要养一个蛇龙 这些内容也有 这四个吧 还有两个 一个是蛇龙 一个是生命女神 就可以了